虽然普遍认为六周选举将是首相安华的一大考验 但他却向半岛电视台表示 周选成绩不会影响联邦政府 安华在半岛电视台的纪录片中向主持人表示 国盟会给团结政府一点压力 但他们无法影响联邦政府的地位 安华说少数势力面对贪腐停案 因此会不择手段的自救 但目前没有真正的挑战 而团结政府掌握国会三分之二的优势 无论如何安华强调 如果他领导的政府无法带来实际改变 马来西亚恐怕会一蹶不振 他说执政集团的有党都认为 国家普遍存在腐败问题 因此国家急需改革 安华也说他会调整政策 他不是独裁者 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首相 这一句话不是独裁者 是一个民主的猪育 也说是一个民主的猪育 对他说有党都认为 不可恢复的事 对他说有党都认为 这是一个民主的猪育